曾经的那场事故老李爆汗终身 在这场事故中老李不仅失去了挚爱的妻子 同时由于坠入悬崖的车辆是老李的 车险又恰巧到期 因此司机的十多万死亡赔偿金 全部落在了老李的头上 自己吃过的苦受过的罪老李都能释怀 可每每想到16岁的女儿因此辍学打工 愧疚和亏欠感就像历刃般划过老李的心头 我女儿看冲写下来了 我女儿又跑到网上去打工 那么女儿呢当遭遇了母亲的离世 面对巨大的债务的压力 尚未成年的她又是如何熬过那段艰难岁月的 家里发生那个事故以后 感觉你是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那时候你看我要上学吧 我爸还要供我 还要供我弟 还要供我奶奶 还要还账 我想呢我要是不让她 就不用供我 然后呢我可以顾着我奶奶 顾着我弟 可以帮她 她只需要还账就行了 但是我爸也是经常心情不好 打电话 然后呢经常活不下去 我上班时候也是 他有时候我打电话 就是经常要死 活不下去了 天天这样说 我弟这边呢 也怪我弟的 也说不成功 问我爸那边要的钱以后 再问我这边要 我这边 说出来就怕丢人 我在那上班 一个时候 我仅仅有半年 就一直穿一双鞋子这样 起早的时候 然后就是穿着 然后洗尸了以后 然后就晾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还截着穿 可是你对你弟弟却 我想着我苦了 不能再让他苦了 苦一个人就行了 他好好的就可以了 爸爸今天说起这些来 可能内心不是在悲叹 自己吃了那些苦 而是觉得 我们那样苦过来以后 好像 我爸对我弟那种 就是希望很大 切过来这种是那种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你弟弟刚才讲的那句话说 我现在把钱还清了 我还欠他 欠他一条命 你是什么心情 不懂事 没能理解父亲的悲苦 对 他就是在怎么说 你看我爸有的时候 也是嘴巴说得难听 不好听 也是心疼他 毕竟是他儿子 他可能不管 可能不问我 但是也是气得是 他想着说 你给他多少 他还是办完 就说 就相当于我们在这 心疼苦苦 让他给他挤出一点钱 到他那感觉 就不算事一样 看得出来 女儿很懂事 在这个家庭 最艰难的时候 他异常坚强地 分担着父亲的压力 即使再苦再累 他也从未抱怨过一句 女儿越是这样 老李心里就越不是滋味 以前他没能为女儿 遮风挡雨 现如今 老李不顾一切 也要保护好女儿 他尤其不能让儿子的事情 拖累了女儿 我这边 没有能耐要钱了 天天为你借账要钱 那要钱 搞了我女儿 跟女婿的关系 都是意思 有点钱 你都借你弟弟拿走了 有点钱 把你弟弟拿走了 现在我感觉我女儿 给我女婿 两个的关系 马上搞姜子 要离婚那种状态 我说你光是自己要去消费 你也想想别人 人心都是肉脏的 不要太凉了 姐姐为什么会去帮你借钱 因为找我父亲 帮不上忙的时候 我就会找我借 哪一年 很多年了 从我上学的时候吧 然后我姐就 帮了我很多 所有这些钱 是有必要借的吗 有些是有必要 有些是没必要的 算是父亲眼里的 不合理的消费 在我父亲眼里面就是 我拖累了我姐 你认为有影响到 她的生活吗 有 换一种角度考虑的话 如果我是我姐夫 我也会很心烦 我说要不是那弟弟 给他带来麻烦 我女儿又一不寒 二不傻 又不想人不讲价 围团自己 别人付出于再多 不抱怨 让你外人上过好了 我女儿就这种心情 所以你会更加心疼女儿是吗 我说你要帮她 我说帮这个人 帮人家帮个知己 知己那人 你帮这个他应对他 你一天一分钱不是谁的话 你给他了 他认为你应该付出的 我说他不是小了 不是十八岁 我女儿那是 爸都的 我妈死了 咱们都我一个弟弟吗 咱说最好的一遍 给我弟弟 我女儿在那上班 约几百万钱 那么辛苦 给他兄弟买个手机 一千多万钱 三个月的公司 买个手机 过年之间 手机扔了 他一点都不心疼 我说你都不知道 这个手机钱 你姐姐好了多少页 我想要 真是太苦了 我觉得我对他付出于再多了 你随便这一话 把东西给到别人了 你认为想要你爸什么心 我说你 你要说你再给小姑来往 我都给你赚到付出关系